恒春半島是洋蔥重要的產區 但是農曆年前的連續幾天大雨 卻讓洋蔥出現了病害 報銷面積超過了一大半 農民們是損失慘重 農糧署表示 已經掌握了災情 會盡快評估以啟動救助機制 大太陽出來了 洋蔥農趕緊採收洋蔥 能救多少是多少 因為農曆年前連續下了幾天的大雨 讓正在截球期的洋蔥泡在水裡 不知腐爛也出現病害 即使天氣放晴卻已經來不及 大片的洋蔥田報銷面積超過了一半 農民們有苦難言 橫春半島是洋蔥的重要產區 受到氣候異常影響 年年衝擊洋蔥產量收成減少 今年更是特別嚴重 預計三月收成的洋蔥成了枯黃一片 農民損失慘重 還向蔡總統喊話 農民署表示已經派員到現場了解 災損情形 會儘快做出災害報告 以啟動救助機制 記者綜合報導